他196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,是一名中国香港男演员、歌手、制片人,他曾凭借出演武侠剧《神雕侠侣》,而获得广大观众的关注,后来凭借出演《警匪骗无间道三》、《终极无间》,而获得第4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他就是刘德华,他不仅被评为世界时大姐初青年,而且他还是娱乐圈中的四大天王之一。 在他年轻的时候,他可谓是红遍两岸仨地,并且还是众多女性,心中的完美男神。 如今距离他出道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,但是他的人气依旧高涨,刚刚参入娱乐圈时的刘德华,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男孩。 他不仅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,也没有很好的演戏资源,所以他的演艺之路走得十分艰难,而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时,他为了能够赚了更多的财富,便决定尝试接触投资行业。 也正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决定,因此他差点心家到产,就在他投资失败,走投无路的时候,他只能四处寻求朋友帮助。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伸出援助之手,然后就在这时,向华长的妻子向太不顾旁人的眼光,大大方方的把一千五百万资金借给了刘德华。 这时刘德华非常感动,在得到向太的帮助后,刘德华才脱离深渊,并重新振作起来。 如今刘德华身家过亿,但是他依然铭记向太对他的恩情,并且他还曾在某节目采访时表示,这辈子都要守护向太。 刘德华在走投无路时,他借出一千五百万,刘德华这辈子都守护他,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